四十九公分的上板距离 南在最后这几跳显得有一些想赢怕输 腾脱格鲁最后一跳 我们看看他能否超越八米一 如果能够超越八米一十一的表现 他就能够逆转对手 看看他的调整能力 加速冲起来 看他的上板落地 这一跳 不到八米 虽然非常接近 但是跟他的最好状态相比 还是显得不够放松 而且起跳脚呢 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第六次试跳 也就是决赛轮的试跳 七米九一 我们来看 起跳的位置 距离上板的位置 板没踏上 还有接近三十公分的距离 今天所有选手的这个技术动作 彼此之间还有一个带动 纳恩不敢上板 也把腾脱格鲁给带来了一些影响 来看一下今天决赛轮第三位出场的日本选手 桥钢油灰 今天他还没有突破八米 冲起来 看他最后一次试跳 上板 最后落地 我这一跳其实很远 但是应该失误了 上板有问题犯规 所以这一跳没成绩 他也是吸取了南和腾脱格鲁的一些教训 所以这一跳呢 上板比较大胆 中国好水 凉白开 如获两项国际奖 烧开锅的水 口感甜 真的好喝 中国好水 凉白开 凉白开 甜 真的好喝 凉白开 锅圈 CCTV体育频道 美食合作伙伴 露营 没锅圈咋露营 想吃啥就吃啥 才叫露营 吃喝不愁 快速备骑 才叫露营